据环球时报4月25日报道 4月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2岁生日 解放军海军官方账号用72张图片 展示了人民海军72年的沧桑巨变 72张图片展示了从1949年至2021年来 人民海军每一年里最为重要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 因此第72张图片对应的是2021年发生的事件 第72张照片来自美国军方摄影师 照片中美军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 与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并排航行 美军一位指挥官翘脚坐着 另一位指挥官站立一旁 两人皆在关注不远处的辽宁舰 从美军角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辽宁舰的 弦号和甲板上的舰载机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位于菲律宾海 变相展示了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航迹 中国海军很大方地承认了 与美国军舰近距离接触 这表明相关操作很专业 自信 分析人士表示 这张照片的入选已经展示出了 人民海军的自信和开放的姿态 第72张照片 目前虽然是突击的最后一张照片 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未来中国航母在国际海域 和美军相遇的几率会越来越多 中国的双航母编队也会越走越远 美军摄影师就有更多记录 中国军舰的机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